另外我們還要來看一個最新的現場 這是民進黨南北串聯大會師 在北部地區呢 是由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來領軍 一起來看現場最新 我們還有一星期就要投票了 今天甘明仔算是黃金週末 就是我們這次會選前 最重要的一個週末就是甘明仔 所以我們的中央黨部選這 今天甘明仔做一項 我們的全台大串聯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南北會師在中臺灣 希望透過我們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激發出來的大團結 能夠在中臺灣集結 讓我們能夠翻轉中臺灣 讓臺灣在2014年11月29日 我們的選舉之後有一個新的開始 這次我們的主題就是從地方迎回臺灣 尤其是宜蘭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選擇在宜蘭開始 我們北軍的掃接的第一站 因為宜蘭有特別的意義 我們的民進黨在宜蘭這場已經歷經三位 我們的縣長 我們第四位 也是我們感到最驕傲的 我們的林聰賢縣長也做了五年 這二十幾年來 我們的民進黨在宜蘭的這場是我們全臺灣人肯定 全臺灣人都感受得到的一個政績 我們的宜蘭的執政 從陳定蘭到游錫坤到劉守城 到現在我們的林聰賢都秉持了一個很重要的執政原則 尤其我們要重環保 重生態 我們要發展在地經濟 而且是跟國際連結的在地經濟 今天我們的宜蘭已經完全體驗 也完全體現 我們的民進黨長期以來創黨的價值在宜蘭 所以我們剛才我們的游錫坤 我們的游院長在說 我們民進黨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的原則 我們的一個不變的追求的目標 就是清廉情政愛相處 事實上是從我們宜蘭開始 所以這次2004年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掃揭從宜蘭開始 這是理所當然 也必然是如此 我們也希望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宜蘭 在我們林聰賢縣長帶領之下 我們可以在宜蘭市執政 可以在羅東市執政 在主要的鄉鎮市執政 我們的議員可以全數上累 在我們宜蘭再一步的 擴大我們的綠色執政 深化我們的綠色執政 讓綠色執政在宜蘭做得更好 做得更光榮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這次的選舉 很多人問我這一次選舉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講要從地方引回中央 但是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不但讓綠色執政可以不斷擴大版圖 讓台灣更多的縣市能夠享受我們優質的綠色執政 所以我們這一次從北到南 從南到北 我們都希望民進黨的優質執政 都可以更深的讓台灣人民來體驗 我們也希望在2014 11月29日之後 台灣的地方治理可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有一個新的模式 也就是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一再強調的一種新的模式 叫做區域聯合制宜 也就是要跨越縣市的界線 讓不同的縣市 屬於生活圈的 或者是條件可以互補的這些縣市 可以聯合執政 可以聯合規劃他們的發展計畫 可以佈建他們的共同交通網 可以讓這個區域聯合執政裡面 他們的人才可以流動 他們的資源可以做最有效的利用 讓台灣的地方執政 它的規模可以擴大 而且地方執政 可以挑起這個國家的執政裡面 更重大的責任 好